今天我想拍一條Chanel購物 又是Chanel了 最近我很迷很迷很迷買手袋 我一直都喜歡買東西 但現在就加手袋進來 而且不只是Chanel的 我也有LV購物 但不會在這條影片裡面 因為這條影片我真的買了很多東西 所以也會比較長一點 下次再出LV購物 而且在開始之前也是那句 如果對名牌產品沒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我其他影片 我最近也有拍一些資訊性的影片 可以按回不知道上面這裡 就可以看我其他影片 大家準備一些晚餐或者午餐 一直看著來吃 因為我已經猜到這條影片會真的很長 比上一次Chanel那條Hall 還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個星期都會開IG Line 會做一個IG Special IG的觀眾率先可以看到我買了什麼 所以私大其實已經拆掉了 但我很久沒打開他們 所以可能會有點驚喜 好 從這個上開始 這個也算是大大的 盒子 但裡面的產品是比較小的 就是這個 這個真的比較特別 這個類型款的袋 叫做Reissue 它的扣子不是CC Logo 是長方形的扣 這個質地比較耐用 它不是Land Skin那些 是一些復古 Vintage 可能不是每一個人的產品 是有一個衣架 你認真看是有一個褲夾裙的 後面有一塊鏡 不想有另外一塊鏡 可以這樣照一照 這個袋很可愛 這個是小尺寸 後面有一個袋 可以這樣 可以撕一下東西 但我多數都不用 我很快給你們看裡面 是類似mini的尺寸 我未必每一個都開出來 然後我不如說說 又是同一個款 但我現在正在用的 其實我想說這個 但我忘記了 就是黑色這個 這個是大尺寸 這一款的袋 分有兩個尺寸 小尺寸 還有大尺寸 這個是黑色 也是一樣 它的材料比較懷舊 我正在用這個袋 其實我這些膠還沒拆 因為我想保護它 而且讓它自動脫下來 這個CC也有膠 其實我看到有這個pocket 但也很少用這個 裡面比較短一點 因為現在正在用這個手袋 它是用這個深紅色 大部分黑色的Chanel袋 裡面都是早紅色 留了一樣東西 這個袋用了一段時間 約一個星期左右 可能也不夠一個星期 已經有這個痕 可能開的時候 這樣開 它就有一條痕 在這裡 就是這裡 這樣 但也不錯可以接受 因為本來它這個袋 也是比較舊一點 而且稠稠的 我覺得是很臭 現在好了很多 但剛剛開箱出來用的時候 是超級超級臭 不知道關不關它的皮事 出來一派就好很多 我們先繼續 好 這個也是大一點的盒 試試 這個 是粉紅色 小袋 但也是用一個大一點的盒 來裝著 就是這樣的 粉紅色 讓我先拆掉那些紙 是金購 這個 是很漂亮很漂亮 Lamb Skin 之前我不是說過 不會再買Lamb Skin 但真的很吸引 這個粉紅色 真的超級超級漂亮 小袋 Lamb Skin其實也OK 因為每天吃飯 或者戴幾個小時 我覺得Lamb Skin 都可以 不是一個日常的袋 這些 因為太小了 其實 是這麼扁的 可能只能安裝到 撻片套 一些唇膏 鏡 那就沒有了 還有鎖匙 這裡是有些金鍊圍著 兩個蛋白 可以這樣抽著 繩子 不能拆出來 但可以放進去 另外也可以斜背 這個袋 可以調長 這條鏈 會放在前面 後面是完全平的 是超滑的 超舒服 Lamb Skin 這個質地 但真的 很 不吸髒 而且要整天寶寶著 我忘記了那裡 已經有一點 本身這條鏈 壓出來已經有一點韌 所以真的很優勁 Lamb Skin的話 又是一個大盒 這個是什麼 這個我已經用了 而且已經Post了Instagram的照片 這個袋也是另類一點 但在Instagram的反應也不錯 真的可以看到你袋裡面 裝什麼 都覺得可以 有什麼私人一點的東西 其實可以放在後面那一格 兩格這裡 如果你放東西在前面 其實也能遮蓋後面的東西 或者找另一個小小袋 放在後面 我也覺得可以 夏天 這個袋 好像感覺可以防水 但其實不可以防水 因為它旁邊 是Lamb Skin 不會太難打理 因為始終是黑色的Lamb Skin 我可以接受到黑色 這些就是Chanel平常用的鏈 有一個鐵鏈 加上這個皮 它有一個肩膀的位置 袋後面就是這樣 又是大盒 好 我們要盡快 這個 是一個很classic的一個款 這個是medium的 flap 是carrier 真的荔枝皮 耐用很多 不用怕滑花 好像Lamb Skin 那麼delicate 黑色再配金色 其實是很罕見 很難買 不過有兩個大塊 可以這樣 旁邊背比較女生一點 斜背也OK 其實我比較喜歡這個尺寸 因為我比較小 Jumbo真的很大 我也有一個 超重 所以我從此以後 就會買這個尺寸 它正確的名字 叫做medium large 裝得也很多東西 不要看它好像這麼小 後面也是一樣 有一個袋 可以放東西 我也不會用這個 是兩個flap 裡面也是一個 紅色組紅色 這個不會說是經典的款 因為它是 應該是seasonal的 這個 粉紅色 再加上這個 筋色的鏈 你可以看到 完全沒有那些菱形 我其實真的不太知道 這個皮是什麼皮 但不是Lamb Skin 會很容易刮花 不用寶寶這個袋 其實應該是cavier 這個 後面也是一個小袋 也是兩個大盒 可以斜背 打開裡面 就是一個sway的質地 是兩個flap 然後跟平時的flap的袋一樣 到下一個了 其實我買了很多flap的袋 因為是canel最classic的款式 但也有買一些另類的 這個也是一個flap的袋 是medium and large 尺寸 是紅色的 很紅 這個皮是pattern 7皮 我其實喜歡7皮 多於荔枝皮 但現在看看 其實荔枝皮 也蠻漂亮的 一開始發現 其實不是太多7皮的袋 我多數買的 都可能是荔枝皮為主 好 先說一下這個袋 這個就是V型 就是叫chevron 跟零型的不同 這個是新款 比零型的 就是一個銀扣CC logo 也是同一個size medium large 裡面是紅色的 也是 整個袋也是紅色 而且這個是真的鮮紅色 後面也是有個袋 他們所有款式 其實也是一樣 只是不同顏色 這個是比較小的 應該是mini flap 又是紅色 這個就是荔枝皮 叫chanel mini 不是最小的size 有一個extra mini 印象中的 但那個是再小一點 後面也是有個袋 斜背為主 但可以女生一點 就是要 不知道這條繩要怎麼弄 可以一邊這樣 可能短一點 比較女生一點 一會兒我去研究一下 一打開裡面也是紅色為主 看起來很小其實也有很多東西 這個 也是chanel mini 這個是最新積的 顏色是很特別的 有金色 粉紅色 而且每一個燈光 拍出來的顏色也是不同的 日光也不同 黃光也不同 白光也不同 很特別 這個袋 我都喜歡粉紅色的女生 都會買這個 我發現 因為最近我也追蹤了很多 luxury的youtuber 或者vlogger 都發現他們有買到這個 是銀色的鍊 這個 後面是一個袋 它裡面是用什麼顏色 應該... 也是一樣 而且有時候某些光看起來 又好像紫紫的顏色 感覺很特別 這個顏色 我不只買了同一個顏色 但是另一個款 一會兒就會看到 超級美 這個袋 這個袋的質地應該是cavier 又是大盒 看看 這個又是小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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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這個顏色 是... 起初我以為是粉紅色 但原來這個是淺紫色 很高貴 這個袋的顏色 而且 是lamp skin 這個 lamp skin有分幾種 這個lamp skin 不是超級 delicate的 你可以近鏡看一看 是有一點點亮亮的 感覺好像沒有那麼容易刮花 而且那個軟熟度 沒有我剛才那個小的粉紅色那麼軟熟 還有我boy的那個軟熟 這個 是會耐一點的lamp skin 所以就買得過了 這個是銀色的CC Logo 裡面也是一個淺紫色 這個是Reissue 是一個 融布的質地 粉紅色這個 可以配合我Tui那雙鞋 是金色的鏈 還有金色的扣 一打開 整個袋子都是這個質地 裡面是粉紅色的皮 這裡 而且我發現 原來這個布料真的不是皮 是會比較便宜的 那些袋子 這個beige的顏色 這個袋子的顏色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很容易襯衣 而且好像他們黑色那些 都是很多人搶購的這個顏色 後面也是一樣的袋子 看看裡面的後面是怎樣 也是這個beige的顏色 這個很特別這個顏色 是很夏天 非常夏天 黃色 是很香 這個袋子 銀色的面 是荔枝皮的質地 而且忘記了說 剛剛那個beige的顏色 也是荔枝皮 裡面也是黃色 好了現在進入一些 小一點的盒子 但這個其實也很大 是這麼長的 其實我已經知道是什麼 這個 我已經用過 還有Post了Instagram的照片 因為這個盒子太突顯了 所以我就認得 是粉紅色的 是季節的產品 這個 是這樣的 是一個類似 mini的尺寸 讓我拿一個mini出來 讓你們對比一下 但是比mini大 這個是mini 這個就是 不知道叫什麼尺寸 但是有點像mini square 這個holiday我沒有買到mini square 這個會比較方便 這個是類似介乎 mini square 和mini 中間 是一個季節的款 金色的氣 CC 而且近看 是看到 它的CC是不平滑的 是有點紋 旁邊是這樣 好像保護著角 它的鏈是 讓我先拆掉這個 而且我發現 它這個質地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是什麼質地 又不是lamb skin 但也不是cavier 是 給cavier 和lamb skin 中間 也是一樣 可以這樣 兩邊背 旁邊這樣背 或者斜背 斜背比較短一點 但我幸運 比較矮小 可以斜背 但會比較高一點 旁邊背可能會好看 有一點點好像 Woodie Joe 但本身的袋子是 裡面是一個紅紅的 早紅色 有一個拉鍊 還有有一格 然後就是這個小小的盒 應該也是mini 對了 這個就是chanel mini pattern 是黃色的 又是黃色 但這個黃 是一個淺黃色 這個很漂亮 這個漆皮 真的閃亮亮 超級漂亮 不是今年辛苦的顏色 好像是 是不是上一年 還是不知之類 但我也覺得OK 因為我 其實不需要說新不新款 我覺得袋子漂亮 我就會買 看裡面 是黃色 這樣 好了 現在剩下這麼多袋 全部都是小小的盒子 但部分應該是wallet on chain 這個就是 一會兒就會知道 應該猜到 這個盒子這麼小 就由這個講起 他們有一個很漂亮的 容袋去裝 就是boy的wallet on chain 其實我是第一次買boy的wallet on chain 這個是cavier的質地 荔枝皮 黑色 生生的瘦 舊的 CC logo 這個是他條鏈 wallet on chain 其實會比較長一點 很少的 但也可以 不知怎樣打個圈 可以弄短一點 袋子 本身的設計是這樣 這個袋子是這樣 扁樓 起初我 下跌了針 起初我以為這樣按鈕 因為我有boy的袋 以為是按鈕 習慣了手 裡面是黑色的 這個真的比較小 wallet on chain 可能只能安裝到卡片套 或者唇膏 鏡子 車時 就滿了 袋子 也有這些卡的位置 我多數不會用的 因為也不想弄大了 那個位置 所以我另外會再找卡片套 入住那些卡 好 下一個是什麼色 這個 也是一樣的 其實已經看到了 是粉紅色 這個是一個圖紅色多一點 它的扣子也是不同的 因為我本身也有紅色的wallet on chain CC logo 最基本的圖案 所以我也想買其他不同的扣子 這個是2.55 reissue的扣子 近看就是這樣 這個顏色很搶眼 這個袋子不單止可以斜背 也可以當一個clutch 打開裡面 是很漂亮 換回這個圖紅色 也有一條帶在裡面 看看 我先看一部 就是黑色 這個是reissue的扣子 剛才我說拍扭 這個是真的扭到的 是這樣 它是金色的 而且裡面是 是粉紅色的 是鮮色一點的 看裡面也很開心 是一個coral一點點的顏色 後面有一個袋子 而且我忘了給你看 好像後面那些沒有袋子 boy這個後面是沒有的 剛才那個粉紅色圖案是有的 唯獨是boy是沒有的 而且如果你們有一個boy的 平時medium的尺寸 都知道boy後面是沒有一個袋子 這個質地應該是leham skin 但黑色我可以接受到 也是boy 這個應該是這麼多wallet on chain之中 最貴的一個 真的很特別 這個設計 它是金鏈 旁邊圍著一些金鏈 跟剛才那些是完全不一樣的 黑色的boy chaviar的皮 而這個皮 其實我也不太肯定 狠鏡看看 如果你們知道這個是什麼皮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後面就是沒有一個袋子 真的很漂亮 裡面也是紅色 而且這個紅色 也算是鮮紅的 但可能是暗一點的紅 但也很高貴 也很容易配搭 我發現我也蠻喜歡紅色的袋 如果我不是買黑色粉紅色的 我就是買紅色 最近買了黃色 這個顏色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剛才是show girl出來的 已經說我買了他另一個款 的同一個顏色 就是這個 這個粉紅金淺紫色 chaviar的質地 有很多東西 是拍扭的這個 打開裡面也是同一個皮 真的很漂亮 我現在看到的是紫地色 紫金色 好了到最後一個 我應該知道是什麼色 這個顏色 是很容易配搭的 而且最近也愛上了這個顏色 有一點提示 就是這個 beige的顏色 這個是caviar 扣很特別 是這樣的 而且這個是金色的 是不是金色 淺金色的扣 它是這樣 然後就出來 哎呀 摺了這些紫 跟剛才那些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原來後面是沒有配搭的 跟波一樣是沒有配搭的 這個顏色也很漂亮 很容易配搭 我回來了 剛才我收拾袋 打算說一下鞋 因為不夠位 所以你看到後面的盒子沒有了 我漏了忘了說這個 其實這個 就是一個卡片套 它也是有一個很漂亮的 容袋裝著 起初我沒有打算買 Chanel的卡片套 因為我已經買了LV 如果之前有看過LV的購物的話 因為Chanel的卡片套真的比較貴 而且我只需要一個 但是在那裡看到有多漂亮 Chanel可以配搭我的Chanel wallet on chain 好像一套 這個就是金色的 我就選了 它有金和銀 都是最基本的 最普通的黑色 它放得多一點卡 這個可以放得到 這裡有一格 中間這裡有一格 後面兩格 這個是荔枝皮 耐用LAMSKIN的卡片套很多 但我也覺得LV會耐用很多 因為我有聽過Chanel的錢包 就算是荔枝皮 都會有刮花 可能錢包經常拿出來不像手袋 因為我買了兩個Chanel的袋 還沒收到 因為今天才買的 所以我會補回 好 現在進入鞋的部分 鞋可能跟袋子的數量差不多 應該沒有袋子那麼多 快點開始 好 這個就是他們的Chanel鞋子 看看這雙是什麼 喔 這雙 這雙是超級超級漂亮 是巴黎舞鞋 我差不多買了他們所有顏色 平底鞋也會比較常穿 這個是一個粉紅色格仔 淺粉紅色超級漂亮 這個是LAMSKIN 我真的很喜歡買鞋子 而且我會打完所有的鞋底 但我先拍了一顆 遲些就帶他去整個鞋底 不如我講一下我沒有把握 拿出來的三雙鞋 就是最新款的Chanel 其實已經穿了 是一個Sway的質感 也是偏向冬天一點 會比較配一點 那些珍珠是去到後面這裡 我又穿36號 剛才展示給你們看 那些平底鞋也是36號 有時候可能要35號半 但也蠻真的 true to size 我上一次Dishchanel的影片 我就說穿第一個馬 但後來發現我不知道 試鞋那天 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腳是完全小了 可能吹得冷氣多 在車內一點 換回36號為主 我也寫了在Description box Chill級漂亮 這雙粉紅色 應該是我這麼多Chanel鞋子中 我覺得這雙最漂亮 還有剛才那雙淺粉紅色 但這雙可以casual一點 是很搭的 那些珍珠 一看到馬上要買這個 旁邊也有珍珠 是同款不同顏色 我也買了黑色 這雙是黑色最classic的 如果只想買一雙鞋子的朋友 我會建議黑色這一雙 或者nude色 這兩雙其實是長輕款的 還有Chanel Signature的顏色 也是一樣 旁邊 這雙很銳銳 因為黑和白 這一雙超級漂亮 跟剛才粉紅色那一雙是同一款 這個是H的顏色 其實可以配合我的手袋 真的挺合襯的 因為我排好了這手袋 也是36號 不過這個是C 上一次麻煩你們 我問了你們 C是代表寬一點點的意思 這雙是黑色 很classic的一個褲子 可以配合我 那些flap的袋子 類似羊毛 那些 旁邊這裡有一個Chanel的logo 我也是要補一個鏡頭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白色 它凸起很多毛毛出來 所以我以為我收到那雙才這麼差 之後再選了另一雙 誰知也是送給SA 它說其實是這樣的 它的設計是這樣的 然後我真的很喜歡白色那款 所以我要它寄給我 我只回了一雙 因為是同一個尺寸 我訂了 這一雙反而要穿小一個號 我就訂了35號半 另外白色那雙也是35號半 這一雙是銀色 是很特別很特別的銀色 前面的頭就是黑色 我訂了36號C 這一雙那個質地是很可愛的 類似一些藤那些 挺特別的 我覺得是銀色 天穿的話也 又是一雙Twee 這個是桃紅色 它上面有一點點閃閃的線 頭是黑色 是冬天一點點的款式 所以這一雙Twee 其實這一雙質地也是冬冬的天 36號C 這一雙 是坐鞋粉紅色的 這雙超級美 很隨便 整雙都是麻布質地 我訂了36號 其實所有Esprajuice我都訂了36號 是真的true to size 我一份的草鞋 會比較窄一點點 這個部分 但是穿著下會鬆 會舒服 這雙鞋 平底鞋 這個顏色 也可以配搭我的手袋 是一個淺啤色 beige的顏色 這一種顏色也很容易配搭 這個是lamb skin 超級超級滑 很好質地 前面也是寫著CC 36號C 這雙超級超級美 超級喜歡 是金色的 很搭我的這個袋子 拿給你們看 超級搭 但是這個金色是比較閃 但他們這樣穿 一定會很漂亮 這個金色是一個 類似閃粉的金色 它是有些菱形的 其實我比較喜歡有菱形的平底鞋 感覺是很chanel 我選擇的尺寸也是36號C 好 下一雙 又是twee的質地 是啡色 這雙鞋其實很配搭我今天新買的那個袋子 的顏色 也是類似啡啡的 這個款的鞋穿得很漂亮 絲絨的質地 我選了35號半C 我發現twee的質地 我要小半個號 已經說到一半了 已經 這是什麼 是粉紅色的 這個 這個是一個 近看 看到有一點點 閃閃的 銀的 顏色 這雙鞋 也是一樣 36號半 是草鞋 剛才我買了粉紅色的 我也買了 藍色的牛仔布 前面黑色 藍色CC的logo 在前面 也是很casual的鞋 上學也可以的 很舒服 還有逛街 好 下一雙 我感覺我的速度快了 粗鞋 少一點話說 這一雙是很classic的款 跟我之前買的那雙不同 這個是Lanski前面 就是一個七皮 上一個Chanel Haul 那條片 那雙是零型 這個是36號 沒有C 但我也試過了 也是適合穿的 這一雙是草鞋 這個是很特別 是透透的 是網網的那種 是很有趣的 這雙鞋 旁邊 也是36號 但這雙可能是質料的問題 所以穿上腳是有一點鬆的 我希望它是整半號 如果這雙是35號半的話 會很fins 他們的草鞋也是一個一個號 也是36號 這雙是我剛才說 買的那雙有東西出來的 這雙是高跟鞋 其實我這樣看 這雙也有那些 平等鞋不知道為什麼 是明顯很多 雖然這一雙也有 如果近鏡 那些是突出來了 這本超級classic 前面是黑色 然後是白色 Chanel是黑白的 再加上這條鏈 是一個金鏈 會很舒服的 因為這個肘是比較粗一點 而且不是太多 後面有一個CC logo 這個尺寸是35號半 這個是C 35號半C 又是黑色 但是有銀色在前面 是跟剛才那些不同的 是超級漂亮 然後可以配合銀色鏈的手袋 而且黑色是很白的 我買的尺寸是36號 不是C 下一對 平底鞋 是 深紅色 我想買不買好呢 考慮了一段時間 因為不是鮮紅 我會比較喜歡鮮紅色 但我真的很喜歡這個 零型格子 而且好像沒有鮮紅 沒有貨還是怎樣 所以我這個也照買 也可以配搭 可能黑色的手袋也可以 紅色手袋未必可以配搭 可能這個boy 這個wallet on chain 也勉強 但還是差一點 顏色也是深一點 好像是蜜棗的顏色 其實我買這麼多鞋 也是想配搭手袋 手袋和鞋 這樣一套 配搭是很漂亮 如果你們誰看到現在這一刻 真的謝謝 這雙是很空閒 剛剛有兩個 有點搶 這雙超級漂亮 超級漂亮 這雙鞋不是太高 很正常的 前面是鑽石寫著CC 很classic 好像跳舞 去宴會 那些鞋子 搭又不是太高 所以蠻舒服 這雙我買三十六毫半 反而是C 這個買帶 好 好 這段影片就完成了 不知道有哪些朋友在看到現在這一刻 如果是的話 就謝謝 非常感激感激 因為這段影片我預約了非常長 希望你們喜歡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覺得哪一個袋子 或者哪一雙鞋漂亮 或者燒到你想買 或者很配搭我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要Like我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追蹤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還有Facebook 那好吧 拜拜